今天天氣不錯 所以我遠征很多年沒有走的清潔街路徑 首先乘搭了小巴409 到長弘巴士總站 其實有很多巴士可以來到這裡 我眼見有42M、248M、948M、43A、43D 舊時是走上來的 由青衣村 現在就會乘搭一小程的小巴 上到這裡 OK 今天就沒有用Walking Bag了 用了兩支的 行山掌 而目的地呢 就是青衣家樂徑的三號亭 全程就不走光了 其實它全程呢 有幾個出口的 甚至你走回去淡江山 青衣城那邊 那個海濱那邊都行 這條路段呢 雖然有些小巴 但是小巴不會上這條斜路的 那我們頭 雖然剛才那個巴士總站 開始走 好 是 有些小巴士的快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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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可能是假期 所以这条双线的路对面拍了车 我还是稳定点走对面那边 大约走五分钟 都是这些斜路段的 走完之后就会去到青衣家乐径的入口了 走到大汉搭西汉 所以在我的亭路休息一会 其实太累了 应该走错了 休息完了 原本是长弘村走 打算剃四号停去三号停 那我就走错了 一路跌一路跌 去到现在这个二号停 向那边走的话就会下山了 我现在要到回头 找回一号野餐区二号野餐区去三号停 继续努力 好 我就不走这儿下山 到回头 走回去 现在 补了一点点水分 抹了汗 抹了汗 休息的时候放下背包 不要打算懒 休息就休息 放松一下 又可以拉拉筋 喝口水 补充一下 对 对 我现在下去 它指引三号棺庭 我应该是错了 好 刚才上来就用这个 但我现在下去 如果这样下去 我多用我的四头肌 即是我的大腿 我宁可乖乖落石级 如果落石级 你永远用这样垂直落 那你就会累 那通常我就会 许可下 我会打側 尽量分散 用同一组肌肉 只要有朋友问 行山 虽然不喜欢用行山掌 这个要视乎你 爱自己有多少 用行山掌 它肯定会帮你 射去少少力 那你的脚 就可以用来点 就不是说你 行山掌 不需要用 那怎么也会有些劳损 好像运动员 他们运动生涯 都是比较短的 我就因为 没有腰骨 哈哈 塌了 所以我就 一定用两支来支持住 平时行山 可以用我的行李车 Walking Bag 但今天呢 就用两支掌 这个桌子 雖然走错路 但 看到不同的东西也不错 虽然这些山 比较简单 对一些健康的朋友仔 其实也要带一点凉水 剛才這樣,我流了汗比平時多五、六倍 是好的 對我們打標靶的朋友來講,順便排下毒 但我們也要補充 可以帶一點點果汁 或者稀釋了補抗力 補抗力也不可以喝這麼大量 我試過行山,買了一瓶一公升的補抗力 它便宜的,喝完之後 口麻 原來是不可以喝這麼多的 我從來行石級,就不會半隻掌 踩著石級邊緣上 哎呀,有隻小狗,好可愛 嘩,嘩,多厲害 好,剛才我應該在這條叉路的時候誤會了 嘩,上山呀上山,一直不斷上山 所以,我現在要找一條路先 我覺得 3號停的話 我要確定先 好,我看指引 野餐區一 觀景亭四 觀景亭二 野餐區二 應該是二區那裡 好啊 請問觀景亭三號是否已經上高 是 就是看橋 麻煩你 哎呀,好可愛啊 即是說 剛才我錯在呢 就見到這個休息點 我經常以為走上山 走上山 其實我應該就沿著我 左手邊 上山 去野餐區二 應該是 雖然四通八達而已 像我所說的 你看 可以問人的了 是吧 好,這裡的石級呢 嘩,三隻腳板那麼闊 上這些路呢 記住踩這些樹根位 小心 不要被它卡住 搭著來走 這裡應該有些行山的朋友 做了一個箭咀 遮個指引 OK,我這次就要看清楚了 野餐區一號 是呀 剛才他說去一號 和二號 那我再看清楚 哦,如果野餐區呢 就走這邊 我現在看到路牌了 二號觀景庭 剛才我是錯過了 二百米 我打算短 原來三號觀景庭 是在七百米 十六分鐘 都是十六分鐘 是一個正常步速 那我就會慢一點 不少的 所以 自己大意 沒有看清楚路牌 不過都是很開心的 去到二號停 現在冬天呢 日出好像七點 中左右有節日出的 我記得近日出好像很... 很夜... 即是很早 四五點是不是日出 現在冬天七點中日出 不知道日出是否漂亮呢 都好奇的 原來這裡呢 原來這裡呢 也有一個休息庭 那我想這次我正確 剛才 走了去二號停 二號觀景庭 是 現在我已經越來越近 三號觀景庭 而這裡呢 仍然也有一個休息的地方 OK 好 好 如果朋友仔第一次來 都不用擔心 學我說呢 你沿途會見到很多行山的朋友 你可以問他 如果是可以 你就可以自己看地圖 那麼就... 我選出發呢 就是兩點多 即是太陽呢 不是十二點正中 辛苦 那我預... 行得摩 我怎麼都五點可以下山吧 我常常想呢 晚上會不會漂亮一點呢 OK OK 喏 剛才 我應該是一直不斷掃過這邊 我向這邊走 是走錯了的 我現在 現在落回去 所有的景物呢 是一樣的 這裏 小小的 芒草林 其實很小的 真的 喏下去 這個這樣上呢 是幾危險 或者有人在練 那個後小腿的力 我一定是腳踏實地的 肌肉強壯那些 或者會半隻腳 這樣 喇喇喇喇喇 不行 哈哈 看看 哇 雖然萌萌的 看到那邊海 喏我好可愛 如果我行山呢 你看到這樣 你真的會腳軟的 不過我就會鼓勵自己 一步一步走 喏你這樣看 其實有時候很害怕 因為有些石級 這條也算短 有些好像 天國的階梯 很長的 那我現在 慢慢走 一步一步 好像一條毛毛蟲一樣 一步一步 幸好仍然都有樹蔭 所以 都是 可以接受的 看 看看走得多快 OK 要努力點爬先 厲害 大概三秒 上了這五十級樓梯 OK 不要羨慕人 在踏實地下 麻煩 努力 不知道以為我在撐船 繼續移動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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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整個人都聽到我 兩支拐杖聲 還有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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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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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該有沒有五年呢?肯定有四年,沒想過的了 嘩,我見到飛機,我感覺應該到的了 已經聽到人聲,應該是停了 真的,哇,人很多 3號停,到了 嘩,視野不清,不過對我來說是非常之滿意的了 走到這裏,其實你不知道,一路留鼻態,一路上 嘩,視野是萌一些的,不過,風景是不錯的 如果你可以想像到好天那裏 又是那裏 長坑村 北面入口,原本可以直踏的 但我不小心,走了分叉路,跌下去,2號停 跟著再走回頭,3號停 哎呀,又是誰喘得那麼厲害,原來是一隻小狗仔 好可愛呀,你 我也在喘著 被淡水水來,好可愛呀 喂,喝水水了 好可愛呀 嘩,你喘得那麼厲害呀 哈哈 給點泥,行不行呀 自己上來探索 嘩,這隻狗,真的很可愛呀 嘩,比我更喘 哈哈,原來這隻狗仔在這裡減肥呀 很多朋友就會站高了 這裡拍攝 嘩,如果天氣好的時候呢 這個風景就真的不錯 嘩,看看 其實呢 我想拍夜景都很漂亮 因為它是開了燈的 開了燈就更漂亮 小休時間 糧食補充 最簡單,腸仔 沒有什麼 鑑枱 喂,用鑑橙 台灣的手蟲 鳳梨酥 有你有沒有,先喝一口鑑橙汁 還有八香果汁 南瓜辣椒 现在我在野餐区 3号亭还要下一点 我想它会视野较一点 我就不下去了 刚才我坐在背部上来 如果我继续在这里就是3号亭 下次先了 累了 抽筋 半边抽筋 肌肉 喜欢就订阅和赞 不喜欢就给个赞鼓励一下 分享 噢 还лас 标筋 标筋 yi